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罗伯托阿斯特和克里斯蒂安奥利瓦雷斯 对目前生产塑料袋的化学配方进行修改后的产物 外表与普通塑料袋无差 研究人员表示 这款塑料袋对人体无害 主要原料聚乙锡醇是水溶性生物降解材料 这种材料来源于碳酸钙或天然气 没有任何的油衍生物 其他辅料原料也是食品级材料 一个普通塑料袋需要几百年才能降解 而聚乙锡醇水溶袋只需要五分钟 为了证明新型塑料袋对环境完全无害 发明家还在现场把融了塑料袋的水一饮而尽 而新型塑料袋的另一个优点是 它们可以防止窒息 这是家庭中儿童意外事故的原因 此外有人担心该塑料袋无法放入较热的食物 对此研究人员表示 之后会设计不同水溶温度的产品 从温度25摄氏度到75摄氏度 再到90摄氏度 以及雨天可使用高温溶解的塑料袋 而如果你担心成本问题 那大可放心 研究人员已用了三年的时间做优化 它目前达到近似普通塑料袋的价格 阿斯泰特计划在智利的工厂 将于今年年底就开始投入量产 并向全球销售 当然在它每销售之前 我们还是要竭尽所能的 进行环保工作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